沉者远因无磊对赵路斯的示爱而面临极度。 在深入视频之前,我想花点时间分享一下创作过程的幕后花絮。 我使用了iPad和电脑来精心编辑视频,确保每一帧都完美无缺。 图片来自Pixelbook和Pixels等来源,经过精心挑选和编辑,以增强故事叙述。 感谢您的支持和反馈,我们将为您带来最新的独家新闻。 现在,让我们深入探讨这个引人入胜的新闻,陈哲远因无磊对赵路斯的示爱而面临极度。 在中国娱乐圈的闪光灯下,现实和荧幕上的关系经常成为粉丝讨论和媒体猜测的焦点。 陈哲远,无磊和赵路斯之间的动态尤其吸引了观众,导致了谣言和潜在的紧张局势。 本文旨在分析陈哲远可能因无磊对赵路斯的明显示爱而面临的极度。 公共舆论和媒体报道 公共舆论在塑造名人的叙事中起着关键作用。 媒体频繁报道吴磊和赵路斯之间的友好和化学反应,他们两人都有大量的粉丝基础。 这些时刻在社交媒体上被放大,粉丝们热切地分享和评论他们的互动。 对于陈哲远来说,虽然他也在聚光灯下,但也许没有像吴磊那样频繁地出现在同一叙事框架中,这种媒体报道可能成为职业和个人极度的来源。 荧幕化学反应与现实生活 吴磊和赵路斯曾多次合作,尤其是在那些他们的荧幕浪漫是剧情核心的剧集中。 他们令人信服的表演,引发了粉丝对现实生活中浪漫的幻想,掩盖了其他潜在的搭档关系。 尽管陈哲远也有着成功的职业生涯,但当他的浪漫剧情或搭档关系没有得到同样的关注时,可能会在公众眼中感到被忽视。 粉丝反应和社交媒体影响 在名人关系领域,社交媒体的影响力不可低估。 粉丝们经常形成阵营,支持自己喜欢的搭档,有时还会强烈反对其他搭档。 如果陈哲远与赵路斯共享屏幕或公共空间,与吴磊的比较是不可避免的。 吴磊和赵路斯的粉丝可能会表达不满,营造出一种陈哲远的互动被审视或忽视的环境,助长了极度和竞争的情绪。 职业竞争 娱乐业本质上是竞争激烈的。 演员们不断争夺主角,代言和公众的赞美。 当吴磊对赵路斯的示爱,无论是真实的还是宣传的,导致更高的可见度和更突出的机会时,可能会引发职业竞争。 陈哲远看到吴磊的受欢迎程度上升,与其与赵路斯的关联有关,这可能会引发极度情绪。 赵丽颖,从龙套到大女主,从流量大花到监制,每一步走得清醒稳健。 赵丽颖是中国娱乐圈中备受瞩目的女演员之一,她的成名之路经历了一步一个脚印的努力与选择。 作为一位90后新生代演员,赵丽颖并没有一开始就取得巨大成功,她起初只是在一些影视剧中扮演不起眼的配角,甚至还有过龙套经历。 然而,她并没有因此气馁,而是用心去演绎每一个角色,用行动去证明自己的实力。 正是这种踏实与努力,她逐渐获得了更多的认可和机会,最终成为备受瞩目的女演员之一。 赵丽颖在娱乐圈的角色,转变也是令人瞩目的。 从最初的清纯可爱到如今的大女主,她在塑造角色方面展现出了惊人的成长与进步。 她勇于挑战各种类型的角色,从古装剧到现代剧,从清喜剧到重剧情,每一次的尝试都在不断地突破自己的局限,展现出出色的演技和表现力。 她不愿被固定在某一类型的角色中,而是不断地突破自己,追求更高跟广阔的演艺空间。 同时,赵丽颖作为一名流量明星,也在不断地思考和探索自己的发展之路。 她并没有被流量和热度所束缚,而是在不断地寻找适合自己的角色和作品。 近年来,她开始涉足监制的领域,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,积极参与影视剧的策划和制作。 这种不断进取的精神和追求、卓越的态度,让她在娱乐圈中始终保持着活力和竞争力。 除了在演艺事业上的成就,赵丽颖的善良和真诚也深受人们喜爱。 在娱乐圈这个喧嚣世界中,能够保持出心和善良的人并不多见,而赵丽颖正是其中之一。 她不仅是一名优秀的演员,更是一个热爱生活、热爱工作的普通女孩。 她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对梦想和生活的执着与热爱。 综合来看,赵丽颖不仅是一名优秀的演员,更是一个充满智慧和勇气的女性。 她的成长历程充满了艰辛与坎坷,但她始终坚持着自己的信念,不断地前行。 她的成功不仅仅是在演艺事业上的成就,更是在演艺一个人生的成长。 愿赵丽颖在未来的道路上继续勇敢前行,创造出更加辉煌的人生。 赵丽颖,这个名字在中国娱乐圈中早已家喻户晓。 从一个默默无闻的龙套演员,到今天独当一面的大女主, 她的演艺之路可谓充满了励志和传奇色彩。 首先,赵丽颖的出道经历就颇为坎坷。 她并非科班出身,而是通过选秀节目雅虎搜星被挖掘出来的。 当时,很多人并不看好她的前途,因为在竞争激烈的娱乐圈, 没有背景,没有资源的她显得那么普通。 然而,她凭借着一股不服输的尽头, 从一个个不起眼的龙套角色开始,逐步积累了自己的演技和经验。 在她早期的演艺生涯中,赵丽颖曾参演过《金婚家妻如梦》等多部电视剧, 但都只是一些小角色。 尽管如此,她从未放弃过自己的梦想, 并且在每一个角色中都尽力做到最好。 她的努力和坚持,终于在2013年迎来了转机。 这一年,她在《陆珍传奇》中饰演了女主角陆珍, 凭借这一角色,她迅速走红,成为了家喻户晓的陆珍。 这部剧不仅让她获得了大量的粉丝, 也让她在业内得到了认可。 随后,赵丽颖的事业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。 她陆续出演了《花千古楚乔传》、 《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》等多部热播剧, 成功塑造了多个经典的大女主形象。 她的表演细腻而富有层次感, 每一个角色都让观众印象深刻。 这些角色的成功,不仅证明了她的演技, 也让她成为了流量大花的代表人物之一。 然而,赵丽颖并未止步于此。 在事业达到顶峰时, 她选择了拓展自己的职业版图, 开始尝试担任监制。 作为监制,赵丽颖不仅要参与剧本的选择, 演员的挑选,还要统筹整个剧组的运作。 这对她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挑战, 但她凭借着对演艺事业的热爱和执着, 迅速适应了这一角色。 她所兼制的作品, 同样获得了观众的好评和市场的认可。 回顾赵丽颖的演艺之路, 每一步她都走得清醒而稳健。 她没有因为一时的成就而自满, 也没有因为困难而放弃。 她始终保持着对演艺事业的热情, 不断学习和提升自己。 她的成功, 离不开她的努力和坚持, 更离不开她对梦想的执着和追求。 赵丽颖的故事, 激励了无数怀揣梦想的年轻人。 她用自己的精力证明了, 只要有梦想, 并且为之不懈努力, 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价值。 她的每一次突破, 都让我们看到了她的成长和蜕变。 未来, 我们相信赵丽颖将会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, 继续书写她在演艺事业中的辉煌。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